把鏡頭轉回國內 央行在上星期宣布升息一碼 臺灣銀行就緊接著宣布 今天二十一號起 足額反映升息 新利率全面調升百分之零點二五 而其他的販工股行庫 則是表示 定存會足額反映 活存則是部分反映 只是升息之後 也簽動房貸族的荷包 最低利率將從百分之一點三一 提高到百分之一點五六 到百分之一點五九之間 有專家就說了 首購族想要拿到高層數且低利 其實並不容易 四萬三千坪的大基地 只要十五分鐘車程 就能到達南港車站 而且訂金到郊屋 只要付五十六萬元起 總價大約落在七百五十萬 這樣低首付 低總價 低月付的購物付款條件 吸引不少首購族的青睞 但就在央行上週升息一碼後 臺銀宣布二十一號起 足額反映升息 新利率全面 調升百分之零點二五 其他的公股行庫是否跟進也引發 關注 事實上就在這回升息後對民眾影響最大的就是房貸了 因為貸款金額通常多達數百到上千萬元 若以多家銀行所推出的最低百分之1.31房貸利率來看 升息後七代行戶房貸利率將會落在百分之1.56%到百分之1.59% 不過助展雜誌研發長何世昌就說 除非房屋地段好 屋林心或是從事律師 會計師 醫師等工作 被銀行認為還款能力佳 否則首購族想拿到高成數且低利都不是那麼容易 何世昌表示 從臺灣升息歷史經驗來看 房價並沒有因此受到壓抑 民眾絕對不能輕忽升息後增加的利息卻更高 一定要做好財務規劃來因應 記著我由陳新龍推報導